习作多彩的活动 上节课,我们一起回忆了校内外参加的各项活动 帮助同学们打开了思路 从众多的活动当中 大家选择了印象最深刻的活动作为此次习作的题材 然后,我们按照习作要求 运用列提纲、流程图等方式梳理了活动的过程 明确了描写的重点内容 我们还以课文为例 通过回忆《狼牙山舞壮士》和《开国大典》两篇文章中的场面描写 进一步认识了点面结合的写法 并运用点面结合写了一个活动的片段 还学习了写活动体会的方法 这节课,我们将交流和欣赏同学们的习作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并运用习得的方法 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习作 上节课后啊 同学们都上交了习作的初稿 老师对大家的选材进行了一下梳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同学们都选择了哪些活动呢 同学们选择的活动可真是五花八门呢 在批改中老师发现 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亲身经历 亲自体验的活动来写 以参与者的身份或从旁观者的角度 记录了活动时的所见、所闻、所感 同学们可真是生活中的有心人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好的习作大多是从生活中提取素材 写真人、记真事、书真情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更有感染力 更能打动读者 因此养成留心观察生活 用心体验生活 用笔表达生活的好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写出一篇篇好的文章 一篇好文章 题目也非常重要 有一位同学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他想写一次接力比赛 他说这次比赛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第二帮运动员 他跑到一半的时候斜掉了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放弃比赛的时候 没想到他甩掉了鞋子 光着一只脚跑完了全程 运动员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让他非常感动 是啊 场上运动员的表现 着实令人敬佩 我相信这位同学写出来的文章 也一定很精彩 可是他想不出一个好的题目 让我们一起来帮帮他吧 你们看 这是同学们帮他起的三个题目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他选择冲锋这个题目 接力队员为了集体的荣誉冲锋在前 永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冲锋这个题目能很好地诠释这种精神 而且读到这个题目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冲锋不是都用在战场上的吗 作者用冲锋这个题目要写什么活动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会情不自禁地把文章读下去了 是啊 这个题目不仅指向了文章的主题 还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题目 还有同学有不同的建议 我建议他用接力编奏曲这个题目 当读者看到题目中的辫子时 一定会想 接力比赛中一定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会是什么变化呢 这样就会吸引读者去读这篇文章了 很多同学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吧 题目中的一个辫子就能让读者猜到 这一定是一场一波三折紧张激烈的比赛 也会吸引读者来读文章 和这两个题目相比 一次接力比赛这个题目就显得有点普通了 看来呀 设置悬念 引发读者思考的题目更容易吸引读者 听了大家的建议 我相信这位同学一定有了自己的选择 同学们 你们对自己的作文题目还满意吗 如果觉得可以更好 那就赶快修改吧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写活动 首先要写清楚活动过程 把印象深刻的部分作为重点来写 写活动的场面时 既要关注整个场景 也要注意同学的表现 写一写他们的动作 语言 神态 还要把活动中的体会写下来 这也是我们本次的习作要求 接下来 我们就以习作要求为标准 来评价一下 这位同学写的难忘的跳蚤市场这篇文章 请同学们快速读一读文章 你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怎么样 符合习作要求吗 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评价 这位同学按照活动的顺序 写出了跳蚤市场的活动过程 也写出了活动的体会 但是活动的过程写得很不具体 把活动从头到尾写了一遍 没有体现出这个活动的热闹和有趣 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感觉吧 小作者按照时间顺序 写清楚了活动的过程 但是活动的重点部分 活动时的场面写得不够具体 那么这篇文章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让我们一起认真的读一读 它关于活动时的场面描写 帮助它找一找原因 小作者也想用点面结合的方法 来写活动时的场面 请同学们边读边找 哪些内容是面的描写 哪些内容是点的描写呢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找后的结果 我发现在这一段的描写中 作者只描写了活动的整体场面 而摊位前的场面 同学们的表现都没有具体描写 所以我只找到了面的描写 没有找到点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作者只关注到了面的描写 没有体现点面结合 也正因为缺少了点的描写 活动的场面写得就不够具体 不够生动了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 把活动写具体写生动呢 别着急 让我们采访采访这位同学 回忆一下当时的活动场景吧 在跳动市场的活动当中 哪些场景让你印象最深刻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卖玩具的摊位 摊位上的玩具跳来跳去的 同学们特别喜欢 都争先恐后的去买呢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当时同学们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买到东西的同学大声嚷嚷着要结账 生怕别人抢了似的 而没买到东西的同学呢 得使劲往里挤 场面十分热闹 有没有人也让你印象深刻呢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卖图书的摊主 他做了特别多搞笑的动作 就为了推销他的几本图书 同学们都被惹得哈哈大笑 我也觉得特别好玩 你还能想起他当时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吗 我记得他当时好像说的是 走一走 看一看啊 好看又便宜的小说 错过一次后悔一辈子呀 后来他还跳了一段街舞 同学们都特别热烈的给他鼓掌了 看来这个摊主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除了摊主 有没有顾客也让你记忆留心呢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女孩 她在各个摊位之间拿回跑 跑得气喘吁吁的 手上拿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我想她的钱应该都花光了吧 听了我们的对话 再结合着她的文章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修改建议吗 听了她的介绍 我发现在活动中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玩具摊位这个场面 还有卖图书的摊主 和跑来跑去的小女孩这两个人物 我建议她把这三个点作为重点内容具体描写 这样就能做到点面结合 重点突出了 很多同学的想法都和这位同学不谋而合吧 写活动前 回忆当时的场景 找到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片段 这样就可以确定具体描写的点 写出来的文章就有层次 有重点了 还有同学有不同的建议 我建议她在描写重点部分时 可以先想一想细节 比如当时人物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面部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并把这些都写进作文中 这样人物就会更加活灵活现了 说得多好啊 在描写人物时 回忆他们的动作 语言 神态 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画面 然后 再用生动的语言 把这些细节描写出来 人物 不就写具体 写生动了吗 听了大家的建议 小作者豁然开朗 他对自己的文章 进行了精心的修改 下面 我们再来读一读 他修改后的 场面时的活动描写 请同学们 快速读一读 这几个自然段 边读边思考 小作者是怎样点面结合 写场面的 我们来听一听 这位同学的理解 他先写了 跳蚤市场的整体氛围 然后把玩具摊位前的场景 卖图书的摊主和小顾客 作为重点内容具体一些 做到了点面结合 而且在描写场景和人物的时候 抓住了人物的动作 语言和神态 就曾具体描写 生动地展现出 热闹欢乐的活动场面 正如同学所说 小作者采用了 先写面再写点的顺序 来写活动 层次特别清楚 而且在点的描写的过程当中 他还关注到了 人物的细节刻画 下面我们就以玩具摊位 这一场景为例 看一看 他是怎样把这一场景 写具体 写生动呢 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 这一自然段 有一个摊位 十分火爆 摊位前的顾客 络绎不绝 同学们使出浑身 解数几道摊位前 争先恐后地朝摊主喊 老板 这个我要了 老板 快帮我算算 我的这个 要多少钱 买到的 那叫一个兴高采烈 没飞色舞 没买到的呢 则是垂头丧气 只能依不舍地离开了 摊主热情地 招呼着客人们 嘴角都快 咧到耳朵上去了 笑意 怎么也挡不住 小作者描写得多生动啊 他先关注到了 买玩具的同学的表现 使出浑身泄疏的紧 争相恐后地喊 还有那买到的和没买到的同学的神情的对比 那生动的动作 语言和神态的描写 就把这同学们争相抢购的场面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除此之外 他还关注到了 卖玩具的摊主的表现 那块咧到耳朵上去的嘴角 那怎么也挡不住的笑意 则从侧面衬托了生意的火爆 这样的描写 生动 形象 多有画面感呀 在描写图书摊主和小顾客时 小作者也关注到了人物的细节描写 写得非常生动 改后的文章 层次更清楚了 重点更突出了 描写也更生动了 和初稿比起来 进步可真不小 那么 这篇文章就十全十美了吗 请同学们再次认真读一读文章 结合着习作要求想一想 我们还可以在哪些地方帮助他修改呢 我们来听一听同学有什么好的建议 读完改后的文章 我发现作者是在文章的结尾 写了对于活动的整体体会 我建议他在活动描写的过程中 也要写出自己的感受 这样文章读起来才会更有真情实感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随时记录自己的感受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更有真情实感 也更能打动读者 而这篇文章恰恰就缺少了这一点 小作者再次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修改 当他看到玩具摊位前火爆的场景时 他这样写道 是什么东西惹得大家这么喜欢 哈 原来是一堆能跳来跳去的动物玩具 那动物做得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可爱极了 怪不得大家都来抢购呢 这样的补充 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感受 还在段落的结尾揭示出了生意火爆的原因 生动的描写和巧妙的布局 就把这画面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写两个重要人物时 小作者也随时写出了自己的体会 当他看到图书摊主那熟练的叫卖时 他感慨道 一看就是推销商品的老手了 当他看到小女孩满赞而归时 他又做了这样的猜测 我估计他的钱全都花光了吧 这样的感慨和猜测 更加体现了图书摊主的有趣 以及小女孩买东西的热情 也更体现了跳蚤市场的魅力 在有感触的地方 发表议论 写出体会 表达真情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 才更有真情实感 也更富有感染力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帮助同学修改了 难忘的跳蚤市场这篇文章 修改后的文章 既由整体场面的描写 又抓住了几个精彩的画面 进行具体描写 还写出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文章越改越精彩了 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做的吗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修改习作的方法吧 首先 通过找点面的方式 帮助作者分析习作中的问题 然后 回忆活动时的场景 找到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片段 确定具体描写的点 在描写的过程当中 还要关注人物的细节描写 并随时记录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写出真情实感 同学们 通过这节习作品改课 相信大家对于点面结合写活动 一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也收获了一些修改习作的方法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业 同学们 今天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